大家好,我是吴仔 這一節最新跟進李隆基 申請保釋不是避開,是取消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又到我們的李隆基環節 一個很有娛樂性的娛樂人物 今天說的是為什麼要申請保釋取消 當然是知需 所以連登就出帖說 李隆基是好男生 黃青鞋是好女生 李隆基是好男生 很好笑 很多人研究,其實李隆基博什麼呢? 很多東西研究 為什麼不肯在獄中結婚呢? 甚至有他溝女的哲學 很多東西可以研究 李隆基做你老公每天怎麼過 通常李隆基之前的名字變成三上油雅 做你老婆每天怎麼過 現在就是李隆基 很多方面的研究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還有人作了歌給李隆基 雖然李隆基的歌不紅 好笑啊 那句 唱幾句給大家聽一下 好笑 原來未結婚太荒謬 與你分的錢不夠合法去居留 懶去深究 誰和警方報寸開罐插手 法律界有幫手 無法先口給他試過挑逗 老爺都失手才佔透 情愛裡有一些賣賣 都得已賤賣 沒誰這麼堅醜 純屬老千優秀 哈哈哈哈 現在就唱到佳之項文這些歌 暫時只有半首 龍基 將千九幾呎要收分 龍基 流了鼻血醉初滴踏身 說他這段愛情故事 真是可歌可入 現在就不搞了 不申請保釋 因為其實這些 你申請他都不會給你的 都斷證 證據確鑿 證據也很確鑿 申請保釋 都是多餘的 只是法官覺得你毫無悔意 你乖乖地在裡面坐 就不用多出新聞 就被人說 是不是 其實黃青霞之前 進入了去 但是那個 說法 好像不想承認 不想承認 被人善 他也是受害者 只是這些新聞出來了 如果你真的去申請保釋 法官覺得你毫無悔意 那裡真是麻煩的 他現在就知衰了 知衰 他最終的回應都似乎是知衰的 感覺上 那就好了 好不好 你一早如果是這麼低調 這件事忽忽忽不會發生 你乖乖地 留在你身邊 你上大陸也可以 你大陸七層樓 你在上面雙宿雙妻就好 是喜歡出來這麼高調 陰陰癢癢癢 你說這件事與否與李隆基 那就相負相承 沒有說是一個人錯了 一個人對 這件事比劇集好看 當然 有很多人在研究討論 李隆基 究竟你這麼博 做什麼 博什麼 他說 你知不知道現在李隆基 追求女生比謝賢 更高調 在一起玩 到開始被人說 那女兒騙她錢 正常都不回應 有件事雕淡 不是的 每天衝出來 是要說那女兒是真心的 她是真心的 我想 她一定是因為我英俊 所以多留在我身邊 想起一些糞便 希望她會知錯 其實我看李隆基 可能自己現在也知錯 他不會回應 那一刻就開始知錯 但是我覺得 孝佬是搜不到寡 他遲早會出來說幾句 是 他說 這女兒被人拘捕 還有心情 每天出來做show 你看她的回應傳媒 比探監更長 那就知道什麼了 是 出去站好久 探監就招呼一個 可能說的話不多 比三句 你以為她虛寒問暖 誰知道裡面 叫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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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說話 可能說三次都覺得 很沉 不說 算了 你怎麼知道她說什麼 我把她放在裡面 你又聽不到 我關心她 我關心她 你關心她什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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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這衣服 沒人洗 每天 穿同一件衣服 你說古裝 你說龍袍就說不怕 臭 拍不到 以前 其實 做戲的時候都習慣了 現在 拍著 這衣服連戲 現在變成 連了我氣味 真的 她哭的原因 就是 以前 回到家裡 兩個人有說有笑 現在 這個人 這衣服沒人洗 連我洗耳機都不能洗 你真的 啊 心那一句 不是 我說真的 這個是我的 這個我的 不要說阿基哥 如果希希不在我身邊 我真的洗耳機都不會按 這個是真的 我很明白她的心情 而且 我說這段新聞 都說得我也想流淚 她現在好像知錯 不去申請保釋 而且 也不回應 其實也算是一種知錯的行為 因為 一輩子沒有紅 你就會看到 其實她現在的做法 跟紅星是很不相似的 譬如 古天樂發生這種事 我已經知道她會怎麼回應 不是事實不回應 這就是古天樂的回應 是不是 肯定是這樣 你一定會想問問郭富城 郭富城 失去了一切 我覺得 這些事都交給律師跟進 是不是 她也不會胡亂說太多 但她真的沒有紅過 未試過開記者招待會 招待一下記者 現在看到她也是變了 但是有人認為 李隆基這個猛男 覺得自己可以感化一個壞人 你這樣看她 因為有些人都不太相信 基哥是同流合污 相信這女兒是染污李隆基 李隆基不管了 也不要緊 真愛大過天 說你生鮮 真愛大過天 禁駁為甚麼 禁駁就是告訴你 因為沒有的 你聽得多 我不用說 或者你研究一下李隆基之前 很簡單 那些紅的歌 你會唱的 有人說佛山讚先生 你也未必會唱 大丈夫不是她 大丈夫是誰 關正傑 他是唱人 撿人口水 有些歌我欣賞 例如路直路彎 杜草仁他自己覺得過癮 其實那首歌也是口水歌 氣氛歌 稍後有一段影片說他的唱功 他這個人 很男生 他有高尚的情操 李隆基如果後悔 為甚麼這樣 又不在監獄結婚 他不會在獄中跟他註冊 所以有人認為李隆基本身才是高手 他越看越似是用高招飛女子 所以就有那句 剛才說的歌仔 就說他是 誰和警方報寸海關插手 法律界有幫手無法善後 這句就這樣錄出來 說而已 林作也不相信 李隆基怎會賭灰 網友自己說而已 你說基哥知道他有問題嗎 現在也知道 但為甚麼都要維護 之後就放女兒的東西上網給全世界查 又不是他放的 他有份說 他有份肯定 他在美國有個未婚夫 我知道 見過 他夠膽死 李隆基真是不簡單 他未婚夫也是三十多歲 Chris當時也是三十頭 他當時已經接近六十多七十歲 夠膽去追求女兒 明星比較兇 李隆基是否好男生呢 如果這個人是好男生的話 真是 這個世界都沒有姦夫淫婦 好了 說到現在 又不肯在獄中結婚 要說出來才結婚 還不是假裝 你說又怕他這樣 又怕他那樣 不如在獄中安撫他 喂 在獄中如何結婚 阿西侄 在獄中如何結婚 他沒有身份證 這裡 中國香港 又不在內地 怎麼結婚 我不知道行不行 叫他問律師 他是不肯 所以網民說 他示範如何不讓大陸的上身 如何不上身 一早不要一起住就可以了 但他看到他的所謂愛情 他的衣服沒有人洗 他忍著哭 他的衣服沒有人洗 覺得自己很淒涼 不是開玩笑 這些位置是變成 他哭的位置不是關注他的感情 很可憐 他也是愛我 不是說他的衣服沒有人洗 他在那裡哭出來 所以你有情緒 但對白的擺位錯了 因為有東西被人抓 所以他不再繼續去糾纏也是對的 不再回覆也是對的 他說什麼都是錯的 不是說什麼都是錯的 你本身錯了 說什麼才是錯的 你不要以為別人抓你痛腳才行 對不對 有你龍基做你老公 每天會怎樣過 Chris能不能相信 是不是很簡單 我能都簡單過一些精壯的男人 是不是 你陪他放飛機 打飛機 又不用經常 自己在那裡 那裡其實都挺有型的 你有沒有開玩笑 有些年輕人沒有他那麼高大 沒有他那麼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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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太辛苦做他老婆 其實也沒什麼 陪他聊天 吹水 做提款機 又怎樣過 你龍基做你老公 每天怎樣過 Sorry 我剛才說錯了 我真心討論 原來是IQ題 答案是在獄中度過 哈哈哈哈 被他滑了 你龍基做你老公 怎樣過 在獄中度過 這個IQ題 哎呀錯了 然後這套這套 就好看過連續劇 如果為李龍基 黃青霞事件 改一個劇名 如果有電視台改編 應該改成什麼名 簡單的就是李龍基轉 已經可以代表一切了 李小龍轉 看到了 李龍基也做過轉 但轉要先 這個暫時應該不行 有一個挺有創意 叫七禽七種七層樓 哈哈哈哈 挺好的 還有 不要拍劇了 上東張西望 這些事情 威食龍少爺也說得出來 看看還有什麼好笑 呃 潛陷大陸雞 哈哈 不行 龍鳳鬥好笑 話中有話龍鳳鬥 其實李龍基算不算好男生呢 在這方面 表面那一陣就像 內裡有多少 就是我們自己猜的 你猜 所以我講來講 我覺得他OK 有人說他有高尚的情操 在感情上 是 但是各方面 都是不太適合人去效法 始終少少遺老不尊 是不是 還有那些拋棲棄子 當然不應該有 在那個大圍的 現有的價值觀裡面 那麼 高調臨腦入花蟲 不亦樂乎看到的 這些人不應該跟他學的 所以他其實 不是太過值得人去學習 就是叫做 作為一個偶像來計 只是一個阿伯的偶像 頭幾年是 現在不是 現在是看你如何授課 授課 授課 又說這樣 李隆基不肯在獄中結婚 他說你看看郭富城 連女兒都生了 基哥一早出來示範 就不用還風流債 出來示範什麼 一早 趕快解決了他 或者趕快跟他結婚 行不行 早999天都結不了婚 一旦轉身就 糟糕 無證 所以就有那句歌詞出現 他說什麼 這個歌詞叫做 看看 原來未結婚 太荒謬 與你分的錢不夠 合法去居留 懶去深究 其實拖就拖 根本不知道拖到什麼時候 他說 人為香港人 三分鐘也到 這件事拖生日 沒人記得 李隆基自己不走去保溫 沒人說 說財政易說暗 到時放肩出來 沒人記得他哪位 叔叔哪位 我唱歌 以前這樣 香港人很善亡 有人猜一些超級厲害的劇情 他說可能 唉 待會坐完 坐到一半 在獄中大肚都還沒頂 嘩 不是吧 說到這樣 這些只是作弊 但是有些人說 你拿他和郭富城比 就離譜了 方緩正這麼多 埋單也順氣一點 嘩 他說 成省才省 他說如果要養本生 在娛樂圈打滾 一來這女兒肯定 他說如果要養本生在娛樂圈打滾 說方緩不是 他說如果你找過一個打滾 應該很多人跟他太熟了 很多人跟他出出入入 一些上流社會的意思 還有要養很多錢 你娶一個不是很出名 但是漂亮的 他說雖然 也未必是新的 未必是一手 但是至少不會尷尬到身邊認識的人 那些人也叫做交叉孔過 以來這女兒 以頂級生活的標準 他們那些都不是什麼名流 對阿成省的LV 可能已經覺得很感恩 就是 因為那邊商另外那個 有國家國務院感謝狀 你對他也未必能夠太輕手 但是有人警告就是 你們不要再亂吹李隆基了 因為他已經跟這個藍天白雲發過誓 用什麼而變成黑雲呢 黑雲又怎麼樣 黑雲又落雷劈你 黑雲 你以為是什麼雲 為什麼都要拿李隆基和郭富城比較 沒得比的 郭富城 有很多緋聞女友 紅代林 狗姑娘 藤原幾香 朱恩 鍾麗提 吃了都是上品 現在李隆基的大口稱 基本上是不值一談 不能夠放在一起說 既然大家都好像已經放下了 好像已經算了 算了 不會什麼的了 看我的感覺 只是上訴 不是 不會上訴 認罪 應該都是認罪的 沒有新聞的 基哥 其實你反正也是 你反正也是 你不說話可以唱歌憑歌寄意 或者現在出了一首新歌 試試和本台的窮飛龍合作 他有AI很快可以把你AI李隆基做一隻 就唱回剛才那隻 唱回剛才那隻 什麼合法居留 那隻多好 那隻做AI 現在應該有100萬點擊 李隆基其實現在有很多發展方向 女兒那裡 都不知道為什麼大家不關心 主要來說就是想 講多些 看看有沒有破綻 讓基哥可以怨藝勒馬 不用讓他女人 沒有錢 沒有樓沒有錢 你經常說 他欺負我的錢 我欺負這女兒不行 欺負她青春 你這傢伙 不欺負 基哥 是而已 你這樣說而已 不用自己自我安慰 現在知道你很心痛 很多朋友都說 希望這件事快點結束 希望這件事快點結束 他不是希望基嫂沒事出來 人家現在娛樂圈的說話很小心 都是關心基哥的心理健康為主 所謂基嫂 我普通市民而已 希望壞人做了壞事就成之於法 說到這裏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